欢迎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Podcast节目 我是Brian 邀师好 其实很多同学们在职场上 遇到的这个挑战 痛苦焦虑 都来自于一个大魔王 就是我们的老板 或是主管 基本上他们都是最终的评合者 年终奖金也是他们决定的 如果跟他们处不好 沟通这个很卡 在职场上压力就非常大 所以我举个例子 同学就会问我 跟我讲一些他们的痛苦 我们老板常常做出很糟糕的决策 我们明明在会议里面都谈好了 到最后他要打枪 或者是有同学又说 我的老板搞不清楚 他重点在哪里 照着他的意思做 最后我做出来 他又说这不是他要的 总之这类问题非常多 我常常会回应同学说 你问我没有用 因为我不是你老板 我也不知道你老板在想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老板要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老板的重点是什么 你有没有去问问的老板 我就回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 几乎这个问题 让所有的同学全军覆没 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上班的一个盲点 很多人对老板非常非常的害怕 非常非常的尊敬 很多时候老板给我们的事情 我们都把它当成是圣旨 然后心中就算不服 也不敢当面跟老板沟通 私下工作得很痛苦 然后又常常跟 自己的亲朋好友complain 可是这整件事情的关键 就是你跟你老板 你跟你的主管之间 你们并没有互相了解对方 就像一对夫妻 在这个婚姻生活中很卡顿 这个老公跑去找他的兄弟们抱怨 老婆跑回娘家 跟他的姐妹们抱怨 你会不会觉得 他们少了一件什么事情 对吗 他们两个应该坐下来 互相沟通 互相了解对方 我的看法非常简单 首先我第一个 老板就是你的客户 你今天服务客户 没有服务到位 这个客户不爽了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你问问客户 请问我该怎么做会更好 老板你要什么 如果我这个做错 你觉得我怎么做 才是满足你的 可是我得说 并不是叫你去忤逆你的老板 而是很多时候 大家的工作 其实都非常复杂 都不是简单的 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你没有这种双向互动的沟通 其实是很难把 这种抽象的工作做好 我想道理都懂 就是说我们跨不过去 就是跟老板平等的沟通 我来讲讲我的几个看法 第一个 你会发现他们表面上 跟主管又很好 老板叫他做什么 他不敢回嘴 可是私下一回到座位 又说老板很白痴 这什么指令烂透 或是在脸书 在社群网站上抱怨 这种生气是很没有意义的 原因在于 你从来没有去跟老板讲 我跟你各位打赌 很多老板 他其实根本不知道 你再不说 老板常常在处理很多事情 而且很多时候 老板的重点是在公司的经营 对于每一个员工 听到指令之后 内心的这个小剧场 你觉得老板都会知道吗 以我自己来说 我没有办法猜新的 我都这样直接承认 所以你在那边生闷气 你很气老板 这么不体谅你 可是搞了半天 老板从头到尾 根本就不知道 他既然不知道 他当然不会改 他当然不会调整 最后你实在忍受了好几年 忍受不住了 你离职了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 就很荒谬吗 那另外呢 我会觉得 你应该鼓起勇气 坦诚沟通 我觉得是有几个好处 根据我个人主观的经验 我不敢说放出四海皆准 老板只因为你 对他讲话很直接 就把你fire掉 就整你的几率 其实微乎其微 反而老板比较喜欢 整那些谁呢 让他知道 在私下养奉英伪的人 而且什么样的员工 他会去处理 就是这个员工 是在工作上没有价值 老板付出的成本 跟从这个员工身上 得到的这个工作的成果 不成比例 摆领这个薪水 甚至还影响到 其他认真员工的士气 这个员工 才是老板真正要处理的 而且我事实上 我认识很多老板 他其实是真心 喜欢员工讲真话 越上位的人 他越没有第一线的情报 那员工很多时候呢 愿意跟他讲 真实客户发生了什么状况 在市场上 竞争者发生了什么状况 这些讯息 老板自己不一定有接收到 所以员工愿意跟他讲 很多老板 还是理性的 还是愿意听的 我觉得这样的老板 其实不占少数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大部分的老板 他都希望能做出一个 很开明 很民主的形象 如果你是什么事情 都会跟老板 职员不讳的人 然后呢 老板就直接把你开掉了 这样子会影响老板 在其他同事面前的形象 当然老板绝对有不明理 老板绝对有 可是即使如此 你更应该早点跟他说实话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老板 已经是这种不明理的人 难道你还要在他下面 一直做 做两年三年 然后忍受吗 其实说实话 我们刚进一家公司 老板会测试 我们员工的能力 我们这个作为新人 我们更要去测试 这个老板的格局 因为如果这个老板的格局 这么差 不愿意听 这个员工的真实的意见 这个格局 比我们自己还窄 今天我们去上班 我们也是想要学习 想要成长 这个领导我们的人 比我们的格局还差 气度比我们还烂 那我觉得这个工作 你也差不多可以准备打包了 因为你在那边 你能学习到什么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事实上 还是很多老板知道 愿意讲真话的员工 表示这个员工 是对他的工作是在乎的 那种摆烂的员工 反正我每天早上打卡 上班下班 你交代我的事情 我都做了 我也没有偷懒 时间到了我就走人 至于老板 有一些观念不对 有一些看法不对 有一些判断 会造成公司危险 反正那又不是我的职责 我何必怎么样 自己去找麻烦 讲了没功劳 讲错了 搞不好还被骂一顿 你看是不是很多员工会这样想 就是很精明的 多少钱做多少事 所以你站在这个公司 最大利益的立场 其实很多老板内心 虽然可能被你打脸了 可是他私下冷静下来的时候 他还是会觉得 这个员工至少很在意 要把事情做好 要把客户服务好 他应该有这个哑量 可以接受你的看法 否则他请你来干嘛 那我自己以前在公司里 我通常会进公司前三个月 我会非常非常密集 而且很大胆 很主动的去找我的知数主管 或者是找我的老板 去主要沟通 而且在沟通的过程中 我会尽量直言不讳 可是我们说话技巧 可以委婉一点 最好是一对一 跟老板在私下的时候讨论 即使我的知识 可能比不上他 如果这个老板 都还能很温和的 很尊重的态度 来看待我的意见 甚至愿意跟我 做细部的沟通 那这家公司呢 我会更认真的对待 因为他很适合 我在这边进行 我的职压的发展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测试 你如果一直一味的 去很害怕老板 不敢跟老板 做这种深度的沟通跟交流 在老板面前 你也不敢讲你真心的看法 你就丧失了 这个互相测试的机会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进到一家新公司的时候 早一点去定掉 你跟老板之间的关系 好 而不该到后面 不爽了 才开始直言不讳 当然我再度强调 直言不会不是去 跟老板吵架 不是没大没小 我不会去批评 老板的方向错误 说老板很笨 我纯粹只是 是在老板许可的状况下 讲讲我个人的意见而已吗 用这样的沟通逻辑 大概这就是我 对怎么跟老板相处的一个看法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详细思考 勇于改变 你未来想听什么内容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下次见 拜